女孩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只是女扮男装来打探情报 结果竟被伟军要求脱衣检查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女孩当即就准备动手反抗 好在被同伴及时制止 可伟军却一把将棋推开 非要女孩把衣服脱下检查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罗仁甫突然站了出来 表示厨房的菜刀是自己偷的 伟军听闻当即就把他压了下去 而高亚男也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可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有去无回事 罗仁甫却来到了斋藤的办公室 原来他是鬼子安插在劳宫里面的奸行 然而面对斋藤的询问 罗仁甫却嫌弃对方军衔太低 有些情报不能直接向他汇报 我的意思是 我应该直接想被原先上罢了骗了 你活不当暴动我看见他们汇报 罗仁甫被吓得连忙求饶 随后便说出了八路军卧挺的计划 并且表示这些人可以忽略不见 因为他们的武器都是匕首巨条之类的 可了解完情况后的斋藤 却并不打算放过嚣张的罗仁甫 随即便拿出皮鞭对着他狠狠地抽他 你什么意思 别想前逃 你要受苦了 直到晚上的时候 卧底就发现了死人堆里的罗仁甫 他们没想到鬼子吓死了这么快 而罗仁甫为了完成鬼子交代的任务 便叮嘱他们一定要按进化发起报道 在罗仁甫的一番深情演技下 二人彻底相信了他所说的话 为了不被鬼子发现破绽 他们便将罗仁甫带回了宿舍 可没想到龙千妍却直接点破他的身份 众人听闻满脸的一虎 而罗仁甫更是把他说成是奸细 让大家抄家伙先干掉龙千妍 好在高亚男及时出面挡住 眼看大家都不相信罗仁甫的身份 龙千妍便趁机提出疑问 丢菜刀明明是剑掉脑袋的事 为什么他还能全身而退地活着回来 罗仁甫听闻彻底急眼了 随即便和卧底们打起了感情牌 而这招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众人都不相信龙千妍的片面之词 并且准备即刻发起暴动 为了不让大家掉入鬼子的圈套 龙千妍当即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他快速冲到外面 随后用日语大喊着有奸行 而听到动静的鬼子也是立马开枪 这下众人彻底相信了龙千妍 可就当他们准备干掉罗仁甫时 斋藤却带着一群鬼子冲进宿舍 周围的人迅速展开反击 没一会的时间 所有的鬼子就被全部制服 只留下斋藤作为人质要挟 可任谁都不会想到 斋藤的副官竟直接一枪毙了他 而双方也立刻开火交战 可就在这时 外面却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是抗连的八路军赶不过来 鬼子瞬间招架不住 而龙千妍和高亚男也趁机逃了出去 但不幸的是 铁牛在逃跑途中被子弹击中 而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回土匪山寨进行救治 中文字幕志愿者